余座 小爷 你考的野技真好吃 不比秦楼的霸王别急差 对了 小爷 你明日一定要好好比赛 可别给威师丢脸 一定要打败余座里那个大坏蛋 我已向先生请假 明日去现场给你加油助威哦 放心吧 我什么时候让你失望过呀 那倒是 明日是出高途嘛 好 楠楠 你觉得你娘亲最近开心吗 开心啊 自从来了京城 娘亲可比以前开心多了 那如果有个品行样貌俱佳 且武功高强 而且是真心实意喜欢你娘亲的人 做你的父亲 你能不能接受 前提是 那个人也喜欢楠楠 你说的那个人就是你自己吧 如果是呢 想不到我把你当徒弟 你居然想做我爹 楠楠 我会比你亲爹更加疼爱你的 楠楠 楠楠我知道 你从小没有跌裂的疼爱和保护 只有娘亲 所以你不允许任何人从你手中抢走娘亲 但你有没有想过 你娘亲其实也和你一样 也是需要别人的疼爱和保护的 小燕 你和我老实说 你是什么时候开始喜欢上我娘亲的 你要不要 从药王岛开始 我就暗自立誓 非你娘亲不去 这么说来 你一直在利用我 接近讨好娘亲 我没有 楠楠 没有个屁啊 原来我是那只野猪 娘亲才是那只飞鹰 我只是你捕捉猎物的诱饵 小叶 你太让我失望了 从现在开始 你我师徒 你我师徒恩断一绝 奶奶 小孩 小孩 抱歉 我搞砸了 奶奶那脾气你又不是不知道 来得快去得也快 是我太操之过急了 我以为他会对我不一样 你错了 奶奶正是因为太在意你 所以才会那么气烦 说不定给他点时间考虑 哪天就想通了呢 行啊 别垂头丧气的了 明日就是四国大赛的选拔赛 你赶紧恢复你豫阳军的架势 安心比赛 放心 有你在我身边 我从来不缺少动力和决心 你真这么想 当然了 那明日 我要以医疗位的身份去参赛 不行 为何 太危险了 四煞膏的解药 我已经研制好交给墨贤了 余作霖的计划 对咱们根本就够不成威胁 这几日我派安爷卫锦盯于座林的动向 发现他根本不在营地里操练队伍 而是不知所踪 根本没有出现 我觉得此事没那么简单 或许于座林还有后手 正是因为如此我才不想让你一个人冒险 而且你说过要尊重我的选择 让我们互相信任不对吗 话虽如此 可是 可是余作霖是不会放过杀我的良机 对吗 你也知道余作霖是我的敌人 他为了对付我 不惜一切代价 以南南作为突破口 让孤叶白冒充南南生负 你了解我的 我有仇必报 我是不会放过他的 再说了 有我在你身边 说不定还能助你一臂之力呢 这是什么 这是什么 这个呢 是我亲手给你缝制的护身香囊 里面放了清新草 这样长期佩戴 对你的晕血症有所帮助 最重要的是 希望它能保佑你明日的选拔赛 平安顺利 这好像是你第一次送我礼物吧 那你要不要再帮我 要好 要好 当然要好 本君要一辈子待在身上 既然你收下了 那我就当你答应了 喂 好吧 不过您也要答应我一件事情 明日比赛 一定要待在我的身边 寸步不离 没问题 第一批五草伞 成了 两人便可 快来 快 很好 这次服用之后 力量跟速度都有显著提升 明日便让叶家军尝尝 吃五草伞的厉害 果然远超于三十丹 事成之后 本将军定有重贤 好 杏鲁 金姑娘 莫非你是特意来为我加油助威的 对啊 专程来看你笑话 那恐怕要让金姑娘失望了 这次我可是势在必得 在小楠呢 她估计还在生我的气吧 你想多了 不过你们口是心非的样子 倒是有一拼 今日出发之前 她还在跟我打探 今日比赛的准备情况呢 她就是拉不下来脸罢了 对 对